另外在社区消息方面 美中企业家商会日前在比弗利召开新闻发布会 宣布将于2月26日在比华丽希尔顿大酒店 举办奥斯卡中国之夜庆祝活动 美中企业家商会16日在位于比弗利山的万达集团 洛杉矶办公室再次召开新闻发布会 陈邀社会各界出席将于2月26日 在比弗利希尔顿大酒店举办的奥斯卡中国之夜庆祝活动 美中企业家商会会长孙文铁介绍说 这次的中国之夜活动得到了美国航空公司 南海岸广场等多个商家的大力支持和赞助 也得到了好莱坞主流的高度重视和参与 并被纳入好莱坞百星之夜活动的一部分 就是为大家举办的 包括中美两国的这个艺术 这个各方面的人士 包括企业家 都是为了就是大家能有一个在好莱坞 有一个中国的这么一面棋子 能把中国的就是这个影视业 就是通过这个平台来跟更多的美国的公司来合作 主办方表示 随着中国在世界舞台的影响越来越大 好莱坞也越来越重视中国电影市场的发展 和中国影视群合作 已经纳入许多好莱坞影视公司的发展战略 奥斯卡中国之夜的举办 恰好顺应了这一形式 为了提高中国之夜的知名度和轰动效应 主办方准备邀请中国的陈龙 范梅斌和张子怡等大外明星 前来与洛杉矶华人见面互动 凤凰卫视 陆梦 钱李涛 洛杉矶报道